对它自己相关的领域都是由它们分别负责的 这些负责的机构呢 今后运营起来以后 都由这些机构相对应的部门来进行管理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全方位 每个环节都不会落下 然后都由国际组织来进行运营管理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 刚才上面所说的对吧 产品的运营方面的困难 包括什么走私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一定是按照我们国际法的要求 和当地国家的法律要求来进行运营 那么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采用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商品 实践以谋求绿色增长 那么利用我们这个绿色产业 作为新的增长动力来保护气候环境 从而发展各国的绿色经济 提高全球人类的生存质量 进而保护地球与宇宙当中的 我们有机体物体体 也就是说包括地球上所有 我们人类已经发现的 包括未发现的所有的物资 为此目的呢 国际组织以国际公益信托法 为一句进行委托和登记 努力使绿色技术产品实践 在世界各国成为国策 就是我们所预言的这些方法 在各个国家也都会使用 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同时会有助于各国旅行 与国际绿色技术产品实践 有关的职责 实现绿色计划 以及在绿色气候环境 相关的所有领域的 国际资格及学位方面 通过国际绿色教育 来培养专门人才 这点呢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运营过程当中 有那么多的部门 那么我们不光是 在我们国内进行工作 到世界各国可能都要进行 去监督管理 包括扶持资源 这些方面的工作 那么我们就会 在各个领域当中 培养出专门的人才 来对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来进行 专门指导 专门来监督 并且来扶持 提到一个这样的作用 通过利用国际绿色基金 支持各国的开发绿色城市 和基础设施 现在全世界都在流通的 叫什么智能城市 绿色城市 那么我们国际组织 通过我们自己的绿色基金 通过金融运营的方式 来进行推国助澜 对这些绿色项目 来进行帮助 加强国家之间 在气货环境方面 履行绿色职责 所需的国际合作 所以各个国家 我们都可以进行设计得到 尤其那些像发展人国家 还有评传国家 更加需要这样绿色的这个项目 绿色的项目 那么我们培养这些人才 当然也在我们传统的 各个领域当中寻找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确定的这是一步 因为这个空间小时 就简单举出这几个例子 我们国际鉴定师 外交大使 国际律师 国际律师 包括验证委员 监厂委员 包括我们这个国际遗产 有心遗产 无心遗产的鉴定师 等等等等 这些人员呢 都是由专业的人员 来这个进行担当 这样的话 他本身就有专业 只不过是为国际服务了 对吧 所以我们对各个行业 各个专业人才 都有这样的证书 来证明 他是我们国际组织的公务人员 这一点呢 大家在今后 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根据您自己了解的领域 都会进行申请 尤其是我们开发 国际公务员的时候 他在哪个领域 我们就可以申请 那个领域的国际公务员 还有呢 针对所有加入世贸组织 这个WTO的国家 同时启动实施法令 第九条 与贸易相关的资质产权协定下的专利法 总统令 这个 二零七二九 包括 这个是二零零八年 二十二九号生效的 第八条 美国专利法 第一百零三条 然后联合 FCC 第一二一三号 保护地球和人类的 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和产品